杨玉梅和李承昌 今天以螢幕夫妻檔延伸 为一间医学美容店做宣传 有剧集拍当到广告领域 他们都说跟对方合作无间 我们在螢幕上是螢幕情侣 在螢幕上做了情侣 我们现在要拉下来做广告 我们也要做个广告螢幕情侣 是螢幕情侣夫妻檔 现在才被人发现我们两个那种 那种合作 别说是配合 不是配合 别说是配合 那种合作精神 那种大家的火花 默契 其实我和昌哥合作了五六部剧 都是做夫妻 我记得最近我们拍一部本来是夫妻 造型都做了 但我很失望 突然变成一个哥哥 是呀 是呀 那就没得夫妻说了 没理会变成一个弟弟 是吗 没理会做了哥哥 而且我都很喜欢和昌哥合作 因为这都是我的顺拜偶像 因为演技非常好 大家慕地自容 不会有质疑 可以和这么好戏的演员 大家做对手 其实可以拆出很多火花 昌哥这次做了不少衣美项目 其中是眼部的改变最为明显 割了眼袋的他看起来更年轻精神 而杨玉梅都要记一宫呀 其实我第一套包青天 我当他太太的时候 那时候不熟 我第一眼看见我坏 我很坦白 我说昌哥 我说你的眼袋这么大 会不会觉得很累 是吗 当时挺伤害我 那又怎样 我说因为我觉得 好像梁朝伟 我偶像 又是我偶像 你看看 他因为眼神 就可以拿到奖了 别搞我 就是这次可以见到两位眼神 他说男人,No 我当时回答他 第二次见到他 No 第三套到No 第四套,No 到第五套他就开始要问我 士多比利亚 我眼袋,我太太不知怎样 我说好,你试试试试 他只是问而已,问完就这样 不是,最主要不是他说 最主要是我 我们演员要化妆 以前我年轻时不用化 两个东西就能走 有时滑滑 因为你现在老了 财 不是 现在发觉 因为肌肉很清 有多少K,有多少G 我发觉我以前坐两分钟就能走 离开化妆 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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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年纪越来越年轻 就变成了五分钟 三十五分钟 现在做到三十分钟 主要是做什么呢 做眼袋,或者补回它 遮瑕疑的东西 很浪费时间 想想想他说的说话挺对的 当然了 可以省时间 省时间和省功夫